好,我们接下来再学一些国旗还有国家 国家跟国旗 Nations and Freaks 我们看这个国家的国旗 这个叫Eurogway Eurogway Eurogway就是乌拉圭 再念一次 Eurogway 乌拉圭 乌拉圭在哪里 乌拉圭在中南美洲 应该在南美洲这边 阿根廷的东边 阿根廷的东边 乌拉圭 乌拉圭 Eurogway Eurogway 乌拉圭 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国旗 这个国旗叫做 US Virgin Islands US Virgin Islands 它是属于美属维尔金 Virgin就是维尔金群岛 Islands就是群岛 US Virgin Islands 这个在波多黎哥的东边 在中美洲的群岛当中 注意到 它叫US Virgin Islands 是属于美国的一个属地 美国的一个属地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国旗 这个国旗怎么念 这个国旗是什么国家的 乌兹别克的国家 乌兹别克怎么念呢 叫做乌兹别克 就叫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国家在哪里 在这里 他也是在 已经在亚洲的 亚洲跟欧洲的交界的地方 在阿富汗的北边 叫乌兹别克 好,我们看这个国旗 这个国旗 它是一个岛国 它是一个岛国 它能念吧 叫 瓦努阿兹 瓦努阿兹 它翻就翻成瓦努阿兹 瓦努阿兹群岛在哪里 在这里 它靠近哪边 它在澳洲的东北边 澳洲的东北边 应该也算澳洲的西边 它叫做瓦努阿兹 瓦努阿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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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 我们这其实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 只有一个城市 所以也很多时候 我们就称为叫 Vatican City Vatican City Vatican Vatican就是梵蒂冈 是一个天主教的圣地 梵蒂冈 罗马天主教 它在罗马寺的里面 在这个地方 梵蒂冈 它叫做Vatican City Vatican City 就是梵蒂冈 它是梵蒂冈 它是教廷 教廷在那 天主教的教廷都在那里 所以来认识一下这个字 梵蒂冈 Vatican Vatican City 在意大利 罗马城市的里面 意大利罗马城市里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国旗 这国旗叫 Venezu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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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念一次 Venezu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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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念一次 Venezu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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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ezuela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在中南美洲 巴拿马右边 哥伦比亚的边边 它在属于中美洲 在南美洲的北边 算中美洲这区域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国家 以前二次大战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被分裂成 北越跟南越 最后合为一个国家的 叫做 Venezuela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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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ezuela 越南 Venezu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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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越南在哪里 越南在这边 越南在这个地方 越南 Venezuela 他的国旗 一颗星星橘色的中间 Venezuela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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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十字国旗 红色的在哪里 他叫做 Wallis and Fortu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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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岛国 也是在澳大利亚 澳洲的东北边 在澳洲的东北边 所以这边呢 这边基本上有很多的岛国 我们先前都学习过 这个国家 我们再来念一次 叫做 Wallis and Fortuna Wallis and Fortuna Wallis and Fortuna 好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中东 看一个国家 叫做 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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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门的国旗 红白黑 叶门在哪里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南边 叶门 叶门 叶门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南边 叫Yemen 看一下这个国家 国旗地理位置 接下来我们要学到这个 回到非洲的一个国家 国旗先看一下 它的国旗 它的Frag在这里 这个叫做 Zimba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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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辛巴威 Zimbabwe 就辛巴威 辛巴威 辛巴威 辛巴威在哪里 辛巴威在这里 Zimbabwe 辛巴威 好 这就是我们学到的非洲的国家 也是今天我们又学了十个国家 希望大家能够学到 每一个国家的位置跟国旗的样子 每一个能够好好学习 好,that's today's lesson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